哈喽我是小小 这期视频的主题呢就是断舍鱼 其实断舍鱼也是很多人都发过的 那我为什么现在还想做这个主题呢 我之前住的房子是一个一室一厅的小公寓 面积特别的小 收纳空间也很少 所以我买东西的时候会非常的节制 而且我会非常非常爱扔东西 会定期的清理掉 我不需要用的东西 那清理了一段时间 后来就发现其实我没有什么可清理的了 因为我买的时候就会想到 这个东西我是不是真的需要 我觉得断舍鱼是一个特别爽的过程 但是呢自从我搬到这个房子以后呢 家里面解大了 收纳空间也多了很多 我发现我就会买很多很多奇奇怪怪 平时完全用不上的东西 包括家里有很多可以说是垃圾的东西 我都没有及时清理 今天呢我就整理出了十件 你可以立刻从你手边扔掉的东西 第一个是要清理的就是过期的药品 有没有人和我一样 每次生病的时候都喜欢买很多药 但其实你用到的只是一点点 当你下一次你还是想要再去买新的药 大部分药品的保质期都比较短 所以我们第一个需要清理的就是过期的药品 第二个需要清理的就是过期的零食 我经常会买一些大包装的零食 但其实吃了吃了就吃够了 放到过期了我就不想吃 第三个需要清理的就是起球泛黄的衣服 其实之前这种起球泛黄的衣服 我会用来当做睡衣的 但是我后来发现我有那么多漂亮的睡衣 我干嘛要穿一些起球泛黄的衣服呢 所以当你的衣服已经开始起球泛黄 那不如直接扔掉 第四个需要清理的就是超过一年没穿过的衣服 如果你买回来一件衣服一年都没有穿它 我敢保证你在一年以后的任何一天都不想要去穿它 因为这个衣服在一年以内最好看的时候 你都不愿意去穿 在一年以后这个衣服早就已经过时了 你又怎么会想去穿它呢 第五个需要清理的就是网上购用外加速的小装品 这些小装品看似好像日常生活就这么用到 但其实你真的从来不会用它 第七个需要清理的就是过期的化妆品和护肤品 有一些彩妆产品呢是已经过时了 或者你已经不喜欢了 那就直接给它用掉 还有一些过期的护肤品 那这次清理过程中我发现 其实有好多还没有开封的囤货护肤品 就早已经过期了 每次断舍离的时候都会告诉自己 以后一定要用多少买多少 不要再囤货了 第八个需要清理的就是不合身的内衣和穿就的袜子 这两个处理的原因都是因为 当你想要选一件内衣或者选一双袜子的时候 你永远不会挑那个已经穿就的 或者是不合身的那一件 所以不合身的内衣和穿就的袜子干脆马上扔掉 第九个需要清理的就是写不出字的笔和没有用的文件 不管你是在上学还是上班 平时生活中肯定会有一些文件 不知道有没有然后一样 这些文件永远都不会去清理它 包括我的皮筒里 永远会有几只写不出字的笔 因为我总是觉得 我哪天可以把它的笔先换了接着用 但其实我真的不会给这个笔换先了 所以写不出字的笔和没有用的文件 我们就可以立刻扔掉 第十个我们可以立刻扔掉的东西 就是电子产品的包装盒 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一样 像什么手机啊 iPad啊 电脑啊 还有相机啊 这些东西的包装盒 从来都不会扔掉 虽然我没有把它二手卖掉的想法 但是这些包装盒 我仍然留给它 如果你家里有这些东西的方法 就和我一起来做一次断舍离吧 Ford ming 匀 我